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洲病治疗应该说也是针对它的病因 亚洲病最主要的最根本的病因 是牙面上沉积的牙菌斑 细菌所形成的细菌的薄膜 我们叫做牙菌斑 那么牙菌斑时间长了以后 还会钙化形成牙结石 这个都是导致亚洲疾病持续进展的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的治疗也是针对病因进行的 所以我们的治疗主要是包括像洗牙 我们专业上叫做节制 牙周节制 以及包括生瓜 我们叫做瓜制 那么节制就是我们说的洗牙和瓜制 就是要把牙面上沉积的牙菌斑 牙结石 包括牙根表面沉积的牙结石 彻底的清理干净 这个是我们治疗牙周疾病最简单最有效 也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 我们一般人每年应该洗一次到两次牙 当然洗牙的频率应该与患者本身自我口腔清洁的效率是有关的 如果患者自身的日常清洁做得非常到位的话 那可能一年洗一次就可以 如果做得不是很到位 也可能一年要洗两次 甚至三次 所以洗牙的频率要与自身口腔清洁的效果是相关的 谢谢大家 里面 有 我 我是 你说 我